欢迎收看第一名的中文秘理频道 秘理绝部胡说八道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看 补士正宗里面的猪摇持视觉 那我们今天终于讲到财摇了 财呢它就跟赚钱有关 所以财摇的第一句话就叫做 财摇持士财艺融 如果说这个话里面呢 是摇持财或者是财摇很旺的话 就会代表有财运 我这边还是要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哦 财它代表的仅仅只是买卖的这件事情 古时候呢说真的比较缺乏技术行业啦 古时候赚大钱的很多都是靠搬有运无 从这个地方把这边有的东西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 好比如说从南方把米运到北方去卖 把北方的卖拿到南方去卖 这叫搬有运无 这就是财 所以财它就仅仅只限于买卖 那所以说呢 虽然财摇持士财艺融 如果这个挂里面呢财很旺 那会代表买卖的金额很大 但是是不是一定代表会赚钱呢 嗯其实不一定哦 也可能要看其他的条件哦 所以接下去下一句话它说 兄弟骄虫不可逢 也就是说兄弟摇会来克财摇啦 如果说兄弟摇望去克财摇的话 哎那个钱就会被别人抢走 哦你在做买卖的时候呢 这个兄弟摇代表你同质竞争者 我卖这个东西你也卖这个东西 我竞价是9块所以我卖10块 你看到我在卖这个东西你就会想说 我就卖9块5我就可以打败你啦 这就是财 所以财就仅仅只是一个价格竞争 仅仅只是一个买卖 财呢还代表你投入的资本额的多少 以及交易量的多少 但是投入资本多就一定会赚钱吗 你交易量多说不定还赔钱呢 这关系到一个东西叫做竞争优势 所以这个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子孙摇 也就是他里面说到的 更欲子孙明暗斗 也就是说子孙摇很重要哦 子孙摇是你求财的一个技术 包括你的专业 你的行销 你的口才 你的服务 这些都是代表子孙摇 所以说啊 我们在看一个卦的时候 如果你看的话 财摇很旺 但是没有子孙摇去辅助他 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 其实你就算能赚钱 也只是短期的钱 除非你卖的这个产品 真的是一个独家产品 全世界只有你有 但是啊 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 真的很困难啊 我记得啊 我爸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在一些比较工资低廉地方 做一些生产 然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南美洲去 那你知道这个距离遥远啊 他们那边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来这边做比价 所以就算我获利两倍三倍 我都照卖啊 因为相较于你们国家 我这边还是便宜啊 所以我可以获利两倍三倍 四倍五倍 我都照卖 这就是财 所以在资讯不流通 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之下 你用柴摇 用资金 资金就是 比如说我的工厂有多大 我的订单量有多大 我能找到多大的客户 这就是财 但是呢 时过境迁 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网际网路逐渐发达 世界上任何地方 任何国家 他都可以直接透过网路 就查询到 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价格 甚至他可以到同样这个地方 找十家二十家厂商报价 那现在的旅行 也比以前方便很多 所以说呢 这个价格的竞争优势 就逐渐消失 所以财呢 它代表一个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简单讲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的成本是九块 结果我卖十块 你可以卖九块九啊 他也可以卖九块八啊 于是最后变成价格竞争利润 就越来越少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要看 他做生意能不能赚钱 除了财要旺之外 子孙姚也要很旺 那如果说呢 你的一个挂里面 柴肴非常非常的旺 但是你没有足够的子孙姚 来帮助他的话 这子孙姚就是你的竞争优势啦 所以你的服务要比别人好啦 你的品质要比别人好啦 你的品管要比别人好啦 你的行销包装 各方面都要比别人好 那这时候你才会拥有竞争优势 所以啊 现在我们在测卦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 很多的卦测出来 就是柴肴很旺 对 他生意做很大 他甚至去借贷 拿了很多的钱 做了很大的生意 但是结算起来 利润没多少 甚至呢 有时候遇到了一些天灾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 不可预期的状况 包括汇率的变动等等 都会造成他亏钱 所以这就是第二句话说的 凶弱交从不可逢 这个兄弟姚的发生啊 就是你在买卖中 总有一些意外状况发生 也有一些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兄弟姚 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就是一些会损你的财的东西 包括你要发出去的工资 也是损你的财啊 你要付给厂商的成本 也是你的财啊 甚至有些人他就是 做买卖的时候 他必须要囤货 他必须要 我先买100个进来 那100个有100个价格 我买1000个又有1000个价格 我买这么多东西进来之后 结果我能不能卖掉呢 如果卖不掉就变成囤货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挂里面 财窑很旺而是窑很弱 要注意有囤货的问题哦 注意有资金囤积的问题哦 那如果你看到一个挂里面 兄弟窑很旺 财窑很弱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这时候就需要 子孙窑来通关 所以兄弟交从不可逢 也不是绝对 那如果说你的兄弟窑望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有够强的子孙窑来做通关的话 兄弟窑会生子孙窑 子孙窑还会去生柴窑 这时候就代表说 我有独门技术 我做这个东西 虽然你也卖跟我一样东西呀 问题是这个东西的维修只有我会 这个东西的技术服务只有我会 所以呢你卖呀 你就是卖不赢我啊 为什么因为技术掌握在我手上 所以说财窑在古时候来讲测买卖是很好的 测婚姻男生的婚姻看财也是很好的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再度强调 古时候男尊女卑 所以说有我所克之物称为财 也就是说妻子要听我的话 但是啊这个时代啊 男女的尊卑顺序早就改变了啦 现在女人当家 男人贵算盘的不计其数 所以说现在还一定是用财去看婚姻吗 其实未必 那在我的六窑神卦独家命诀里面 有非常多的案例 还有我的六窑神卦案例班里面 有非常多案例 都在讲说你要看婚姻看财运 其实你还是要看整个卦的卦翼 整个卦的深刻作用才能去做论断 那接下去测失误的东西不见了 你要把它找回来 柴姻也是可以看的哦 但是你要看你遗失的东西是什么 譬如说如果你遗失的是小狗 那应该看子孙姻 如果你遗失的是一个证件 那就应该看父母姻 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哦 那下一句话就说 立身克父上文风 为什么柴姻会克父呢 因为柴姻本身就克父母姻 所以呢如果是求测父母的健康 柴姻旺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也有人说到呢 克父母姻就代表房地产不利 因为房屋是以父母姻为用神 但是请注意 房屋以父母姻为用神 它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前提是 这个房屋为遮风避雨之物 为保护我的东西 所以它称为父母姻 如果柴姻旺去克到父母姻 中间又没有官姻去做通关 柴姻真的会直接伤害到父母姻的话 那么真的你的房屋可能会受到危险 譬如说这个遮风避雨的房子 它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啦 会地震倒塌啦等等 但是它并不一定代表不动产不会获利哦 因为不动产的买卖是柴姻 我讲过所有的买卖都跟柴姻有关 只要我是买进来再卖出去 它就是柴姻 那当然啦 如果我买了不动产 去把它重新装修 然后让它变得很漂亮 把它加值之后 让它再重新拿到市场上去卖 那可能又需要子孙姻的作用咯 所以不可拘腻啦 所以六窑挂其实很难 难就难在 你不能单一而论 不能够说 看房子一定是看父母 然后看赚钱一定是看财 你要整体挂抑去分析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你买来 你只是买进又立刻卖出 只是赚价差 那么财姻网 反而对你的房屋买卖是好的哦 下一句话它说 仇官问诵宜财托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要去看 我这个官司好不好 我这个诉讼结果好不好 那么因为财会去升官 所以说当财姻网的时候会去升官 这个官可能会代表对我的利益哦 所以说如果说我要告别人 那么官很旺 有可能我就会告赢 但是这时候还要强调一个点 你要先看士姚的力量够不够 那如果你的士姚力量不够 你的财官力量很强的话 反而代表你会在官司中吃亏哦 那因为财姚会克父母姚 所以上一句话有讲到上文风这三个字 我要解释一下上文风的意思 因为父母姚它代表是你的文章 代表是你的学问 所以说当财去克父母的时候代表 你心里面比较急着赚钱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 把学问做好 把知识做好 把这个知识背后理论研究清楚 但是啊 你想想看 现在这个社会啊 那个读博士的人 甚至做教授的人 有多少人是真的学问很好的呢 那我们看到像苹果的手机 哇 看起来好像是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你觉得它真的是 里面有非常高的技术吗 其实未必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以前在Motorola工作的时候 我是做品管的 当时有另外一个竞争品牌 叫做Nokia 他们手机永远卖得比Motorola好很多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同一代 同一个款式的手机 Nokia 它总是比Motorola提早两三个月出货 所以它就占尽市场的优势 那么Motorola为什么它会输呢 以产品品质来讲 Motorola的产品品质真的很好 Motorola的手机啊 是你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洗 洗完拿起来还可以打电话的 而Nokia手机呢 你只要不小心丢到地上 大概就要换一台新手机了 Nokia就是财 因为它只着重于赚眼前的钱 所以财它代表是赚眼前的钱 而这个父母谣呢 代表则是追求品质 所以说为什么财旺会散文风 就是说我为了赚钱 所以我不愿意深入研究 但是这种人 他是不是就真的会没有学问呢 其实未必哦 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读抽象型的东西 不喜欢读理论型的东西 那如果他去读金融 读商业 学做生意 其实他是很厉害的哦 所以啊 这个社会在变啊 不能够依照古时候方法 死论这个挂 否则啊 当你看到一个挂 刚好这个挂 才要很忘 客父母 他说我要去考一个金融的考试 那你就断他不会过 哇 那你可能会判断错哦 因为说不定这个金融考试 他全部都考实用的东西 他全部都考操作型的东西 他不考理论 那这时候财旺反而是好的哦 那最后一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最后一句话说 动辨兄弟万事兄啊 他就是说啊 这个柴肴如果他发动 变成兄弟肴 那就叫做回头客 那这回头客就是不好的 就是赚不到钱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强调 每一个肴位的强弱非常重要 如果你这个柴肴非常的强 而变出来兄弟肴很弱 事实上这个兄弟肴 他对于柴肴的影响就不大 所以要看卦 强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哦 最后呢 柴肴在沾疾病的方面 他会有不想住院 想要出院的一个意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柴肴会克父母肴 父母肴是什么 父母肴就是一个保护我的东西 那医院住院 是不是保护你的东西呢 但是我不想接受这个保护 于是我想离开这个保护 这就是柴肴的作用 所以柴肴侧病 他会有想出院 不想住院 不想被拘束住的感觉 那如果你家有一个人正好 他这个疾病 需要很长期的修养 那柴肴出现可能是不好的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病人呢 现在是大病出狱 然后已经在休养的期间 他之前都不吃饮食 那这时候呢 柴肴持室或是柴肴旺 反而是好的哦 因为柴肴代表饮食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柴肴旺 代表他已经可以饮食了 之前不能饮食 现在可以饮食 那反而是对疾病有利的征兆 所以其实六爺卦是很难的 大家要学习六爺卦的话 一定要把整个卦完整的去看 了解他的意思 不能够单看一个摇尾 就判断他的意思哦 那我六爺神卦课程呢 有初中高阶 以及独家秘诀 那尤其是独家秘诀 教各位看卦的技巧 那我们要看一个卦 我们一定要从他整体去看 从强弱去看 并且仔细的去分析他的含义 并不是每个摇都一定要看 也不是看到柴摇 就代表他会赚钱 有关于这些细节 在我的六爺神卦独家秘诀里面 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六爺神卦独家秘诀 只送不卖 只送给购买六爺神卦全套的学生 好好的学习 你的结卦能力 一定会得到飞跃式的成长 那我们这集就讲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赏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持续关注我的更新哦 拜拜 如果我买了不动产去把它重新装修 然后让它变得很漂亮 把它加值之后 让它再重新拿到市场上去卖 那可能又需要子孙窑的作用了哦 所以不可拘腻啦 好久不过来的 好久不住了哦 好